一般你们经常来买是吧 来到古楼一定要试一下他们这边的西亚间 说到西亚间 在古楼极度受到热捧 人气特别旺 吃法更是不一样 可以用滑面包着西亚间一起吃 我还是第一次看过这样的吃法 刚好今天阿清在古楼顺便也来尝一尝 听当地人说 他们都比较喜欢吃这一家的西亚间 在古楼也是比较有名 这个西亚间 西亚间 对 是 辣椒的油菜 哦 辣椒的 辣椒的 你也有名阿清 你也有阿清啊 哈哈 跟我上名啊 上名啊 哈哈哈哈 有耶 哈哈哈哈 韩子都落在里面 口碗 口碗而已啊 嗯 我有帮客 有 帮人家 花多水家 哦 老家我们帮老家咯 这家可以帮老家 韩子知道我开了几年了 我知道我开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嗯 哦 这个是什么粉哦 这个是姜米粉 姜米粉啊 嗯 开到几年呢 11点到5点 11点到5点 啊 11点到5点 11点到5点 日本人也是 中国人都可以 中国人 在我外面 我一手 我一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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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走 过来的啦 对对对 她中国来的 对对 不是对自己啦 上网 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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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为什么叫西亚间啊 这个是以前老人家叫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你也不太清楚 我只会做罢了 我都不懂 哈哈 ok ok 因为我一直认为是夏间 夏间夏间是那个没有菜的 哦没有菜的 对它面粉和霞罢了 哦这西亚间是有菜的 这个是有菜的 还有霞啊 嗯 一般你们经常来买是吧 没有 我们每次都是在冰城 他们在冰城 就是去吃了 哦 现在你们买的是多少 我来三十片 三十片 现在回去冰城 等一下回去冰城 一个多小时没关系啦 哈哈 我也是那边过来的 ok 谢谢你 哦一般上有饭韭菜 有有 饭韭菜比较香 比较好吃 嗯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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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嗯 刚才那个顾客说 幸亏现在没有什么人 不然的话呢 礼拜天就比多多 哦礼拜天很多哦 礼拜天啊公共假期啊 没有人做工啊 我们就出来吃咯 哦对对对 啊就比较多人 游客也多哦 是是 嗯 西牙筋和那个虾饼 虾饼是没有菜的 他们每次讲虾饼 虾饼是没有菜 扁扁的 对对对对对 它是面粉和虾 嗯 因为我们这种西牙筋 是有芒光 韭菜 韭菜 好 现在这个是调酱 这个 这个面粉 还有就是 脏米粉 嗯 这样子就行了哈 哦 都说是两公婆一起做罢了了 是啊 没别人了哈 没有 孩子没有回来 哦 孩子有回来还是帮忙 哦 哦 酱米价呢 是什么用的 酱米价是我人 几刀的 人家会吃的 哦 啊 苦肉的人家会配合 西牙筋价咯 米价 米价 米价来包咯 包西牙筋 包西牙筋 哦 这个没有米啊 有 黄面吗 黄面啊 哦 米价啊 米价没有什么 米价 哦 南部包咪 但 他没有包咪的米价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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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一片拿来切四片咯 小小片 然后拿几条面来卷它咯 哦 这样子的 然后配了加米价 等下你试试看 好嘞 那边也有面是吗 没有我们自己有 哦 这里自己有卖啊 有面 会吃人他就喜欢面 不懂得吃就不喜欢了 有些想看 有面不能吃 能熟了的吗 能吃 哈哈哈哈 不一样的口味 对对 就是用这个面来吃 这个面 这个熟了 熟了 哦 有的人不要做的哦 不要做一个好处啊 不要做一个好处啊 因为炒鱼熟嘛 哦 那等一下我也不切了可以 哈哈 这些都是人家订的 现在都没了 这辣椒 全部都是打包的 全部都是打包的 辣椒 辣椒 太暗看不到 嗯 嗯 自己只要留细胞 冷冻耶 冷冻耶 对 我拿去packing的 放冷冻的 冰天茶来吃 哦 这样子 我炸了咯 拿回去 再过一次 过油一次就行了 过油一次就行了 下辣 也是熟了的 再炸过一次 那你拿去那个烤炉 也可以 哦哦 我知道 那个微波炉啊 我知道 就像他们做油条一样 炸的那个白白的 后来再过油一下就行了 对对啦 过油一下 很多顾客一买就是几十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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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五十啊 六十八十啊 都是这样子炸啊 嗯 哦 那那那做不及 真的做不及 哦 面要放多少可以吃的 一点点就行了 好嘞 你也想吃吗 因为的时候我给它给它 晾了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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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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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不用太多 原来这边买了还要来这边的咖啡店吃 他说这边的胡咬丝很好吃 这家咖啡店就在庙旁边 我订了15块10块是打薄的 5块是吃的 我来试一下 他操面吃 我第一次吃过这样子的 还行 它辣椒是甜辣甜辣 不是说很辣的那种 而是比较甜 一点点微辣 面呢这样子脏一下辣椒呢 就吃不出它的面的那个碱味 但是可以吃到虾的那个虾鲜味 这西亚间呢 一些果 后来都是那个沙梗跟韭菜一起 上面呢是放两只到三只的虾 大只的放两只 小只的就放三只 这样子的 这样子来卷一下 断了 这样子 粘着它的辣椒这样吃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没有放辣椒的哦 没有放辣椒呢 就吃出沙葛的甜味 韭菜的香味 还有炸出来的那种 米香味啊 因为它有粘米粉嘛 就是起来就很香的 那个还有一种 一点点那个虾的虾鲜味啊 没有上辣椒 我觉得会更好吃哦 这西亚间吃起来 嘎吱嘎吱的 超美味 还可以配反面 沾上辣椒酱 别有一方味道 面粉被炸到酥脆 沙葛多汁鲜甜 韭菜香有嚼劲 还有小虾的鲜甜 真的很不错 好了 今天阿晴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